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它的砖 再进入下一个石 它真的也是用很多小砖所砌成 但它上部的砖是保存的比较干净 在它下部是有很多的杂土 看上车 可以依稀的看到那一块方砖上面是有彩绘 但是纹路是已经看不清 这上面最大的一块方砖 很多固定铁架 从这里开始进入中石 哇 这中石比较大一些 这里很多青砖是比较破碎 这汉代的砖它的承受压力很大 给大家说一下这汉代的墓 这汉代的很多朱古王 它都是在一个大山之中 这里面挖了一个洞 把这个棺果放在里面 像一些等级比较高的大臣将军 就会做这种砖石墓 我现在所在的是为它的宗石 在前方就是为它放棺果的厚石 在这里它是开了两个门洞 就可以说明它这里是为做河藏墓 我们看看这两个门洞 它里面是通不通 哇 这是通的 有的汉墓它在中间会弃柳墙 它这里是完全就通的 这前中后三个石它的规则都是一样的 都是有这个小砖向上锁器 在上面收口 中间放一个大方砖 然后在上面放一些彩绘和图案 这座墓在当时倒的也是比较严重 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这座汉墓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 前中后三个石是直来直去 而且在左右并没有测试 这同样也没有确定这里的主人他是谁 但是他是为了一处很经典的汉南墓穴 那我们下地方见 再见